努力做到 法律保障强 市场环境Q 工业金属牢 营商环境好 项目质量高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5号星期五 新的一年已经是过去了五天 狗哥呢是要跟大家呢都一块要加油 先说一下刚才大家看到的小视频 这个东西呢是很幽默很搞笑 这个呢他是最近中国墙里边的某一个地方呢 政府机构他举办2024年元旦的一个合唱展演 舞台之上出现了一个场景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他就非常的讽刺 就很能够体现中国政府 他们要收拾这个中国经济啊 他们这个所谓拯救中国经济的真实水平 他们准备这个节目 对外采购那几个啊宣传口号的条幅 肯定呢也都是花了不少的公款 花了不少当地纳税人们的钱 结果呢就搞出来这些个啊这种质量的东西 搞出来这么幽默的效果 估计对这个当地的纳税人们 当地的韭菜们是不是也会看的是非常的开心 这个呢是今天也没开头 狗哥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花絮啊 真的是很能够说明中国政府机构们 他们要救中国经济 他们要在墙里边营造这个所谓的良好的营商环境 会有的真实的效果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来出现了各种严重下滑崩溃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大家呢肯定都清楚 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各种机构们 中国各种的政治权利 他们在经济领域里边 他们的手呢身体是太长 他们管的呢是太多 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在瞎管 这个呢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它的完蛋 所以呢这两年中国的民营经济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 很多中国的精英们 他们其实啊憋在他们心里边 都不敢公开说的话 就是就是求求你们这个中国政府机构啊 你们别再瞎折腾了 你们就别再努力去塑造什么这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了 你们只要啊是少跟企业打一点交道 你们少对企业们 少对公司们的经营呢 指手画脚 最好呢是一年到头 别让企业老板们看到来自政府机构的任何的牲口 让企业老板们都能够踏踏实实的放心去经营 这个呢就是中国的政府机构们对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少去跟企业们打交道 少去对企业的经营指手画脚 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啊 他能做到最大的贡献 如果中国政府他呢还想在这个塑造良好营商环境这方面呢 有更大的贡献 那就要踏踏实实的去真正推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法制建设 首先呢就是要让政府这种权力之手啊 受到真正法制的约束还有制约 正在看这个影片的网友们 如果说有在墙里边呢是经商的做这个私营企业老板的 大家说狗哥刚才说的这些 是不是都是大家想说不敢公开说的一些个肺腑之言 对中国政府这方面在今天呢就不多吐槽了 狗哥呢一直讲 在中国已经进入这个战狼时代和文革2.0时代以后 刚才说的那两个最基本的脸 中国政府呢他根本就做不到 他们呢也不会去做 他们的反而呢只会在这些个方面呢 在加速的开到车 这个呢今天就不多聊了啊 现在给大家的分享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也是发生在2024年的元旦期间 在今年元旦之前的最后一天 东亚地区的著名国家新加坡 他的总理李显龙也发表了一个针对2024年的新年献词 在前两天大家呢可能都在注意其他国家领导人 他们的新年献词啊 比如说这个习近平之类的 对于新加坡李显龙的这个新年献词呢 可能大家呢是忽略了啊 狗哥呢也是在今天才注意到李显龙的这个新年献词 他里边呢有一段话呢是比较有意思 很值得跟大家呢分享一下 是在他这个新年献词的倒数第三段 李显龙说 在新的一年里边 新加坡政府呢是定下了颇具雄心的目标 要在国内外局势瞬息万变之际呢实现这些目标 然后呢他说一些规模较大的社会 如今呢已变得更分裂和脆弱 这个呢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 没有对症下药 没有有效的处理 任由利益集团呢相互博弈 领导人也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然后呢他说 新加坡呢没有犯这些个错误的余地 也承担不起犯这些错误的后果 所以呢就必须啊 新加坡要加倍努力保持社会团结如何如何如何 那看到这段内容 狗刚才就在想 李显龙他说的是哪个国家 他说的是哪个社会 他说呢有一些比新加坡呢规模大的社会 如今呢已变得更加分裂和脆弱 这个呢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呢 没有对症下药 没有有效处理 任由利益集团呢相互博弈 领导人也将自身的利益呢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那大家呢都可以留言说一下啊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这儿最可能说的是哪个国家 哪个社会的问题 他呢说的是跟新加坡比较近的 像这个马来西亚 泰国 还是说呢 这个距离新加坡稍微远一点了 台湾 还是说呢李显龙 他在这儿说的是美国 他是批评美国呢 正在变得分裂还有脆弱 还是说 李显龙 他说的最可能是狗哥的祖国 中国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的问题 大家呢都可以留言说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见解啊 在这儿狗哥呢也简单说两句 关于新加坡这个国家 特别呢 是关于新加坡 李家坡 他的两代统治者 著名的李光耀和李显龙 这都是父子 首先呢 第二个我想说在整个东亚国家里边啊 在这个东亚社会里边 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发展 他呢是属于呢是比较成功了 当然了新加坡 他这个社会里边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他呢也存在有很多的不公正啊 不平等 他在政治上也属于这个威权政治 民主成色不足 这种政治模式从中期从长期来看 狗哥认为呢是不能够继续保持一直不变的 但是呢总体上讲 新加坡这个国家 他在东亚地区啊 在整个地球上来说 他呢都算是发展的比较成功 他之所以成功 跟李光耀 李显龙 这对父子 他们作为新加坡的统治者 连续几代人 他们有的比较开明的智力和努力呢 都是很有关系的 狗哥认为呢李光耀 李显龙这两位 他们对于新加坡 他们对于华人社会 他们对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观察和认知 都是很符合现实 很理性 很切合实际 狗哥自己啊 是对他们的意见呢 是很重视的 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在这个1992年 在香港所谓的这个回归中国之前的好几年 李光耀呢就公开表示 他认为呢 中国政府呢 不会容忍香港成为独立于中国的社会 李光耀当时说 50年之后 难道你认为中国会让香港有别于广东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香港回归中国50年之后 香港呢 最可能会变成呢 跟广东是一个样子 而不是说呢 香港会继续保持香港的样子 更不是广东 他会变成香港的样子 李光耀 他在当时讲这个判断的时候 应该呢正是当时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 他的那句金句 也是这个中国官方 他鼓吹的这个香港啊 一国两制 最火热的那时候 就是所谓的这个香港 回归中国以后呢 各种制度要保持50年不变 当时邓小平呢 他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句就是不仅啊 是50年不变 50年以后香港呢 也没有要变的必要 那当时中国官方的这种态度 就给了香港人 还有全世界很多的幻想 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的政策 但是在当时 李光耀呢 就敢于公开打脸 就敢于呢 公开讲实话 说中国政府呢 在以后呢 绝对不会容忍香港呢 保持独立于中国 在以后香港呢 绝对会变成跟广东一样的样子 那现在大家再来看 是不是都会很认同李光耀 这个真知灼见 他在30年前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做出的判断 现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才过了20年 已经这个香港啊 他基本上就要变成是广东了 所以呢 这个新加坡李家父子 李光耀 李显龙 他们对华人社会 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 狗哥自己呢 是很重视 有很多呢 也比较认可 所以呢 李显龙 他最新的观点 他说呢 一些规模较大的国家和社会 如今呢 已变得更分裂和脆弱 领导人呢 也将自身利益 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狗哥认为呢 他很可能 就是针对中国说的 他认为 中国已经是变得 更分裂和脆弱 应该说的就是 习近平这个统治集团 跟中国的精英阶层 主要呢 是跟中国民营企业家们 他们之间产生的分裂 面对棘手的问题 没有对症下药 在这儿 应该说的是中国经济 他出现的严重下滑 崩溃 领导人将自身利益 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这一点呢 就根本不用说了 大家呢 肯定都懂 这个呢 是关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的新年献词 狗哥的一些看法 这两天关于中国的经济啊 有一个最新的信息 也非常值得大家呢 去关注 就是中国墙里边的招聘薪资 最近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创记录的下跌幅度 这儿的关键词就是中国的招聘薪资啊 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降幅 前所未有的下跌 这个新闻呢 是在前天1月3号 中国著名的招聘网站 这两招聘 他是发表了2023年第四季度的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 展示了中国38个所谓的核心城市 企业的这个招聘薪资水准 报告里边就显示 中国企业在去年第四季度招聘职位的平均月薪呢 是10420块毛币 这个新充水平比一年之前同期是下滑了1.3% 而且呢 这个新充数字呢 已经是连续三个季度下滑 这个呢 也是这个数据呢 自从2016年开始发布以来 它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降幅 而且呢 这个报告里边还指出 地独北京的平均招聘月薪比一年前呢 是下滑了2.7% 已经是连续下滑了四个季度 就是去年一整年 它都在下滑 广州呢 更是比一年前呢 是下滑了4.5% 另外报道里边还说呢 中国经济里边的一些 即便是最热门发展最好的行业 比如说电动车 电动车的电池 新能源等等这些个行业 新进人员的招聘薪资呢 也是呈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 最新的数据 上个月 中国新能源行业 平均招聘月薪呢 是13758块钱毛币 比一年之前呢 是下滑了2.3% 那看到这些个数据 看到这个下滑的幅度 可能会有网友说啊 第一 感觉这个中墙里边的工资水平呢 还是挺高的啊 不低 你刚入职就能够达到人均月薪 1万块钱毛币 那这个呢 绝对不低 第二 可能呢 也会感觉这个下滑的幅度呢 并不是很大 跟一年之前比 薪资呢 才下滑了啊 1% 2% 这个样子 那感觉这个幅度呢 是不是并不是很大 现在这个一年12万啊 13万左右的收入 跟一年前比呢 你可能才少了这个 1.2千块 2.3千块 那感觉呢 这个影响是不是 不是很大 如果说 有这种感觉的网友们 狗哥在这呢 不能说大家呢 是何不食肉迷啊 可能大家这收入呢 都是很高 都是这个年入呢 会这个大几十万的毛币 所以呢 才认为一年收入少个这个几千块钱啊 影响不大 如果大家的收入都是这个水平 都是这种感觉 那狗哥自己的感觉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就会感觉呢 是非常的幸福 因为这个狗哥频道的网友们 大家这个收入呢 如果都是这种超高的水平 那这个很显然呢 就能够反映出狗哥这个内容呢 也都是很高的水平 对不对 对于这些个数据 狗哥呢 认真说了三点 也是三个解读 第一个 中国招聘网站上 它显示了这些个招聘职位的薪资水平啊 一般来说呢 都是有点虚高 你如果说真的按照这个薪资 去联系这些招聘企业啊 你如果说认真的跟这些企业呢 谈入职 谈薪资 结果呢 你就会经常发现 你入职以后 实际会拿到的薪酬 往往呢 会低于招聘时候 他们说的这个薪酬 所以呢 中国招聘网站上显示了这个平均招聘薪酬 月薪 一万零四千块 其实呢 很多很多很多人 他们真实入职以后呢 你经常呢就拿不到这么多 这是狗狗要说的第一点 对这一点 有不少的中国网友们应该呢 都有自己的切身的体会 还有经历 第二点 在这呢 他呢有一个很关键的词 就是平均 平均入职 月薪呢 是一万零四百块 那大家呢 应该都知道 中国这个经济数据里边呢 平均 它是什么意思 它会代表什么 举个例子 马云 他这个年收入啊 有这个一千亿的毛币 狗哥的年收入呢 是零 那马云跟狗哥 这两个人一平均 那就是平均啊 每人呢 就会有这个五百亿 狗哥呢 也就有了这个五百亿的 这个年收入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很搞笑啊 所以呢 中国经济数据里边的这个平均 包括这个 平均招聘月薪 一万零四百块 这其实啊 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超过百分之九十七 甚至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国人 他们每月的这个工资收入呢 都不会超过一万块钱毛币 所以呢 这个平均招聘月薪 一万零四百块 这个呢 也是被严重平均以后的一个数字 绝大多数中国人 他们真实面对的招聘的薪资水平啊 比这个呢 要低很多 第三 我想说呢 一年这个总收入 如果减少隔一两千 两三千块钱毛币 这个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他会意味着什么 这个呢 也跟这两天中国舆论里边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呢 是有关系啊 就是在前天 一月三号 中国官媒央视啊 那个很著名的 经常呢 是故作深沉的主播白岩松 在他的一档节目里边呢 是讨论中国人的收入问题 说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呢 是达到了4亿人 那为什么 在现实生活里边呢 还有大量的中国人呢 都拒绝承认自己呢 是中等收入 并且呢 他们呢 是都不敢花钱 不敢消费 这个呢 是为什么 如何去解决中国人 有钱不敢花的难题 狗人为呢 白岩松他这么问 这个呢 才是非常标准的 叫何不食肉糜 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这个总人数 高达4亿人 他们这个人口规模呢 已经是超过美国的总人口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非常庞大的 中国中等收入人群 他们不敢像美国的中产们 那么去消费呢 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们 有钱 他们不敢去花呢 这么问 就是非常标准的 何不食肉糜 大家来看一下 在中国墙里边 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的标准 按照这个中国政府 按照央视和白岩松的标准 每个月收入在2000块钱到5000块钱毛币之间的中国人 他们呢 就算是中等收入人群 这样的中国人 据说他们总人数呢 已经是达到了4亿人 所以呢 就完全不用狗哥再去多解释了吧 现在大家呢 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中国这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他们每个月挣工资在2000块钱到5000块钱 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美国的中产一样去花钱 去消费呢 一个美国的中产 每个月收入至少呢 也有这个四五千的每刀 一个月工资 人家能够买至少四五个 苹果手机的这个最高端的机型 但是呢 一个中国所谓的这个中等收入人士啊 一个月的工资 最多这个5000块钱毛币 那是不是哪怕连一个苹果的低端机型都买不起 都买不了 中国的这种中等收入 一个月2000块钱到5000块钱 他们怎么可能有能力会去消费 对不对 这么讲呢 都是笑话 除了这四亿所谓的中等收入 那中国呢 还有这个九亿的低收入人群 他们的消费情况 你如果说让美国人知道了 美国人呢 都会感到想哭 所以呢这个白岩松中国的官媒他们还在问 中国人的这种脆弱感从何而来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呢 是中等收入 为什么他们呢都不敢花钱 这种脆弱感呢 从何而来 这么问 真的都是起了个大趴了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啊 拜拜